大家好,胖胖老师又来了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Let's和Let's的用法 以及它们的区别 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 Let's的缩写形式是 Let's 但是Let's它绝不等同于 Let's 下面我们看一下它们的区别 我们以Lucy, Mother and Father 以它们一家为例 那么下面这两句话 都将是Lucy对妈妈说的 我们看一下它们的区别 第一个,Let's 它用于提出建议 其中这儿的us 包括说话人和听话人在内 那么Lucy对妈妈说 Let's go fishing 让我们去钓鱼吧 这儿说的是妈妈和我 我们一块去钓鱼吧 那么这儿的爸爸去不去 咱们不追究 第二个,Let's 它用于表示 请求对方允许 或者说对方答应自己做某事 那么这儿的us 它不包括听话人 那么同样是Lucy对妈妈说的 Let's go fishing 让我们去钓鱼吧 那么在这儿说的是 让我和爸爸去钓鱼吧 你同意吗 你允许吗 你答应吧 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知识点的考点在哪呢 这个知识点的考点在于 完成反译一问句 反译一问句 我们低年级同学没有学到 前面是一个起始句 后面一个逗号 然后有两部分完成一个简略问句 这儿的Let's us包括的是 说话的我和听话的你 那么是谁呢 是我们 所以它的反译一问句完成是 Share we 让我们去钓鱼吧 好吗 那么下面这个us 只包括我 说话人在内 那么它的意思是问 你答应吗 你允许吗 你同意吗 所以说 这儿的反译一问句的主语是什么呢 是你 所以它是 We are 那么这就是这一个知识点的一个考点 同学们你记住了吗 别忘了点亮上方的小红星